車輛的偏移輔助的東西 車輛偏移輔助的東西 好啦 今天是這個8月25號 來到了我的第一次的保養 我現在的里程數是多少勒 我看一下齁 現在的里程數是 看我現在里程數多少 喔 現在這個我都不會看了啦 爛東西 先開車 拿到總公司再看幾公里 應該兩千了吧 我在想 新裝上的 然後順便路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一陣子開起來的心得 心得意義就是 上次齁有跟網友分享的那個 車輛的偏移 偏移輔助的東西 車輛偏移輔助的東西 希望進入環東大道 使向提醒交流道方向 我現在用的是它的原廠的導航 它會在儀表顯示你怎麼走 在儀表它就會告訴你 等一下要走左邊這兩道 然後我去買了這個閉光店 欸 新車最麻煩的東西就是配件 配件很難拿 網路上找閉光店找了很久 後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在新店的廠商 他們會依照我們給它的版型 然後它可以做出我們要的地毯 還有閉光店 甚至這個車後箱的地毯 它都可以幫你做 但是因為它原廠這個M 送的這個M版的地毯 是融附的 我比較喜歡那個以前的那種 舊版的B&W的那種橡膠型的 從那個E36那時候 他們有出那種橡膠型的原廠 B&W的那種地毯 我就很喜歡 因為防潑水 然後其實它那個原廠的喔 橡膠的質量很好 就是那個腳踏點其實很重 非常的重 不會隨意的亂滑動 所以又防潑水 所以我蠻喜歡那一組原廠的 橡膠腳踏墊 但是好像還沒有看到有出 雖然那種腳踏墊有一個壞處 就是那個 踩了以後會白白的 就是你碰到一些水泥 泥沙的時候啊 它那個地毯會呈現出白白的 不過因為很好清潔 很好整理 耐力吞耶 好然後這個車道的偏移輔助喔 有網友說它只是會提醒你 假設你沒有打方向燈 你要變換車道 然後它方向旁會有震動提醒你 可是你硬幹 還是可以的 沒有錯 網友說的沒有錯 它只是提醒你 所以你如果它方向盤 幫你拉方向盤的時候 你如果執意的要轉過去切過去 是OK的 好不好用暴力就可以了 旁邊那個M6好吵喔 黑了半天還在我附近 都已經讓它開那麼遠了 週二這樣齁 有些車有沒有 一零兩一零兩一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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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到頭來 它還是在你附近而已 你知道嗎 你順順開 到最後它還是在你附近而已 你看現在那M6剛 哼哼哼噴噴叫 結果嗎 在我前面兩台車 一台車而已 頭上台車啊 那是沒關係 你軟來軟去是沒關係 對不對 年輕人終究是年輕人 第一次回廠喔 在上個禮拜就先打電話來跟我約好今天的時間了 然後幫我安排接待 到時候回去看一下 帶大家去看一下原廠的保養跟服務好不好 看有什麼特別的好玩的東西 再跟大家分享 我還是發現了一些很落賽的問題 例如像現在塞車喔 現在是塞車的狀況 那這個車真的 我覺得開起來低速的時候 真的很像DSG 乳型啊 現在大家看過我DSG的影片之後 就知道乳型是什麼意思 塞車也是會乳型 在低速的時候很不舒服 會這樣晃來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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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低速一檔鬆油門 它就會這樣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很不舒服 這真的在台灣 台北塞車喔 開這種裝離合的變速箱 真的不是很舒服 但是二檔以上 有順順在開市都沒問題 但是唯一就是 在塞車的時候 還有塞車的時候 跟比如說 停車場在找車位的時候 你到了一些賣場 停車場 你是低速嗎 時速很低 然後慢慢的前進後退 排隊等車位 然後那時候你就會感覺到 低速是那種很不舒服的 還有那種 家裡的停車場斜坡 賣場斜坡 要上來的那一 那一瞬間的那個 頓挫感都很重 第一個 繞賽的 然後第二個繞賽的是 我覺得它的 Apple CarPlay啊 跟藍牙連接手機 很繞賽 因為它有分兩個介面 一個要用Wi-Fi連接 一個要藍牙連接 你如果Apple CarPlay 就是用Wi-Fi連接的 你要放音樂就是藍牙連接的 我用的是iPhone齁 然後就是每一次上車 然後它就一直 好像要連連不到那種感覺 然後連線都要連很久 那我的iPhone目前更新是在最新的版本 所以我也不清楚是 它的影音的問題 還是iPhone的問題 再來我有加入這個群組 群組裡面有很多反應說 它這個VNiP這個系統 跟手機裡面的一些App 其實相容度真的蠻低的 比如說你在聽音樂 你接完電話 音樂就不見了 然後你要全部重連 我以前之前的A250 一上車它就是自動 手機就把你連好了 甚至主動會幫你播歌 你接完電話 它還會繼續再播歌 BMW這套系統 在用某一些播放軟體的時候 會造成有點像衝突的現象 你接完電話回來 你又要重新再連結一次 或是要重新再把音樂打開這樣 那我現在自己用到 目前用到我覺得 每次藍牙WiFi 在連線的時間都很長 就是一上車 然後它問你要不要連結 然後你按了連結 然後連結半天又失敗 然後在這邊按半天 我覺得它這一套 車機就很不好 所以我在車上 我就自己準備耳機 因為我覺得我用耳機接電話的速度 比起要把手機跟車機連結 速度快多了 反正我也都聽廣播而已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不是說不困擾 而是說如果它更方便的話 它連結更迅速或更方便的話 我就會使用它 可是現在它的連結就是 不是很方便 好啦反正就是我覺得 下一個繞賽的就是那個啦 手機連結不是很方便 那第三個就是它的 Auto Auto Hold的模式 Auto Hold的模式也很爛 就是當你開Auto Hold的時候啊 你的車輛只要靜止 一靜止 它就把你煞車踩住了 那你就必須要 踩油門 它才會前進對不對 那這個困擾會發生在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發生在你要 剛剛講的 你在停車場 你要找停車位的時候 或者是 比如說你找到一個停車位 超過 你準備要倒車對不對 你車停下來 它就把你煞住了 那有時候我們很習慣性的 我們不會 我們在停車 有時候不會踩油門嘛 我們就是讓它 低檔自動滑行 然後來停車 速度比較剛好對不對 我們都不會去踩油門 我們可能只用煞車 控制它的前進或後退而已 停車不會踩油門嘛 速度不用那麼快 可是呢 當你開超過 你打倒檔 然後你放開煞車 它就不動了 你就要補一下油門接觸 然後你擦擦擦屁股進來了 可是你要修正嘛 對不對 你要再往前修正的時候 你車一停下來 再打到前進檔 它又幫你煞車煞住了 你又要補油門 才可以解鎖 所以變成說這個功能 你只能 停車的時候 你必須把它關掉 不然你真的在找停車位的時候 會很麻煩 它會一直幫你煞車 一直幫你煞車 你只是想要 喬一個車位 它就一直幫你踩速煞車 那我之後 我有開過像 例如說 以前的A250 或者是 我開過 馬自達的CX5 他們的AutoHole是 當你煞車的時候 你只要再把煞車 稍微施加一點點的力道 再踩深一點 它就會AutoHole啟動 對不對 然後你踩油門 它就繼續走 並不是說你車子要 一靜置 它煞車就把你踩起來 那很麻煩 你沒有辦法自己用控制的 所以你必須 一切都要從這個開關上去控制 所以有時候會手忙腳亂 停車的時候忽然覺得 AutoHole被鎖住了 然後你才按這個 接觸 沒有那麼人性化 我覺得是沒有那麼人性化 然後再來一個 它有一個功能是 你鑰匙只要遠離車子 它會自動上鎖 鑰匙只要接近車子 它會自動解鎖 然後我上次啊 把鑰匙放在口袋裡面洗車 然後我就離開車接近車 離開車接近車 你就看到一台車在那邊 鎖又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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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智障 所以它洗車的時候 你鑰匙不能放在身上 你如果是去自助洗車 或是你自己在洗車的時候 你的鑰匙絕對不能放在自己身上 不然它會一直開鎖接鎖 開鎖接鎖 開鎖接鎖 好啦 目前想到的就這樣 好 到時候到了 再跟大家繼續分享 好了 來到這個是 經過新莊的 以前的二省道 現在叫什麼 新北大道吧 應該是 以前有在這邊 二手車行上過班 教育訓練 繳學費 社會學 在這邊學的 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 好 約兩點了 我們已經到兩點二十四分了 繼續前進 啊幹 它把我倒到舊的啦 啊 我會瘋啊 這之前的 之前的BMW啦 啊 我會瘋啊 好 我要繼續找路了 我要找到舊的服務中心 好好好 繼續找 喔 終於快到了 倒錯啊 倒到泰山舊點 北七啊 呃 下次要去近一點的地方 不要再那麼遠 哈哈哈哈 太遠了啦 好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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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車子借我看一下 那個鑰匙有在車上嗎 鑰匙有在車上 我要怎麼看總理層啊 欸 這邊 那這個BC這邊 這邊按那個BC 基本上它會在模式切換 那就是加速矩值 然後你的媒體 然後再是你的檔位 對 那再來就是 有時候會在這邊 那這個是你的平均油 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你的總理層 總理層是2470 對對對 哦 好 那今天是做一個新車的檢查 是 那你車鑰匙有在車上嗎 有 在那個中間 好 那你今天要在現場等候嗎 對 我在這邊等 OK 好 對 那上次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那個 不是有一個那個什麼 像智能管家那個嗎 嗯 然後上次交車的時候 每一次 播啊 都是播到 國外 都是外國人接的 好像是他是不是可以跟他 跟他講我們要去的目的地 嗯嗯 然後 會有人接聽電話嗎 欸 對 會有人接聽電話 上次交車的時候 試了三通都是外國人 是嗎 對 好 那沒關係我等一下請接待 幫你試一下 我等一下請接待 給你確認 他那個時間的部分再跟您說 對對對 我們等一下先走上 好的 後面這邊可以嗎 可以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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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哈哈哈哈 冰拿鐵 還有 小餅乾 Menu 看一下Menu好不好 這邊錢的耶 喔 有鬆餅 厚片 熱壓精緻蛋糕 也不錯喔 剛 遇到人來拍照 然後現在帶大家去逛一下他這邊的環境 走 喔 戶外 西岩區 這個是韓狗牌 LG 不要幫他打網告 我們去看別人 我們去看別人 TOP GEAR 哇 人手一本 隨車放一本 隨車要弄到氣缸去喔 真的假的啦 酷喔 這個是 模型車 M4長口 一個 8 6千 220 特價 i8 220 1 220 5 220 7 5 6 220 5 5 5 橡膠腳踏墊 這個 F25 F26 它怎麼變那麼輕 延長寶固 靠腰渦輪增壓器 16萬 引擎電腦 10萬 引擎大修 56萬 差速器17萬 方向機24萬 變速箱57萬 避震器前後 差不多9萬8 這是520i的報價 所以呢 很恐怖對不對 所以要不要買延長寶固 有機會在當寧店裡找找 沒事啊 歡迎啊 歡迎啊 OK的 沒問題 所以我要到哪裏去 嗨嗨嗨 來 這個先給你 謝謝 好 謝謝 我請那個同事去開車 對對對 謝謝 不會 那我有什麼 費用還是什麼 這次不用費用啦 對對對 就是請先生幫我簽個名就可以了 第一張啊 第一張基本上就是我們這一次一個 新車檢查這個檢查項目 那基本上先生可以看到都是正常的 是 那先生幫我簽個名就可以了 三系列原廠加裝品 對啊 那有二系列的嗎 二系列 二系列好像沒有DM 還沒有對不對 如果在外面長找不太到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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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是 我們這邊查得到啦 可是 這種小本分他還沒做出來 對啊 可能要過一陣子才有 那網路上好像 零件配件都還滿少的 二系列的話 可能要再過一陣子 對啊 因為二系列畢竟算新車 對啊 我去找還找不太到 對啊對啊 那那個 旅程之巡的部分 我跟帥哥測試一下好不好 不用了 不用嗎 我不會用啦 我只是他叫我這次回來跟你講而已 那不幫我說一下 對啊其實我也不會去用那個 應該幫我去試試確定證據 好 OK 如果真的有問題 你再聯絡我 好 那我就先走囉 好 謝謝小四哥 好有機會再聊 有機會再聊 有機會再到你的店裡這時候 好 OK 掰 小四哥掰掰 謝謝謝謝 好走了走了 保養完啦 裡面好像有做一些清潔 還不錯 然後我拿著 丁氏的保溫瓶 呵呵呵 來BMW保養 這邊顯示無故障 好先回公司啦 好啦現在保養完畢啦 然後喝了兩杯咖啡 吃了兩塊餅乾 等了我從兩點半到的 然後到五點 所以用了兩個半小時 喔好久喔 有點浪費時間 下一次可能就在公司附近了 不來新莊了 因為有點遠 現在又塞車 新莊那邊路況都很差 好回公司導航說要四十幾分鐘 哇四十幾分鐘 開到中壢去了 好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 然後 我覺得 反正我也沒有到原廠去保養過 有啦上次尼桑立幅一次 好那這次是沒有任何的費用 好兩千四百七十三公里的時候 然後回來原廠 他等於算是做一個客戶的關懷檢查而已 然後順便了解一下說 你開這兩個月來 欸是兩個月吧 一個月兩個月啊 靠呀我這還是什麼時候叫這個 好啦本來這兩個月以來 然後看這段時間 用車上面有沒有什麼問題這樣 然後順便就是跟你關懷一下 然後了解一下這樣 然後一進門就是 每個人都拿名片給你 有可能有接待啊 有你專屬的服務的專員啊等等 大家就會拿名片給你 然後就說欸你有什麼車子有問題 你就會有個窗口這樣 好啦大概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好那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喜歡小吃的影片要記得分享留言 然後訂閱 之後有什麼更進一步的東西再跟大家分享 掰掰 好啦到南港啦 欸 但是呢 因為今天是 七夕 好不好 男人最怕的 幾個節日其中之一 所以我們去看看有沒有花店 買個小禮物 其實也沒有小禮物啊 買個小花兒 好不好 心意比較重要 有時候 不是不見得是要 種很好的東西 對不對 要不然這麼多節日拿受得了 呵呵呵 心意最重要 好我們去找看還有沒有花可以買 走 運氣不錯喔好像還有喔 去看一下 這邊都可以的嗎 都可以拿 都可以拿 喔這怎麼那麼大 這進口的你看 我把它撐開更大 對啊 怎麼那麼大 然後現在先包這個再包 這個是包好的 對這個整數這樣子 一千五 好 那這一數就好啦 買就算到 外面買都要兩千多塊 這個 這只有這種顏色齁 還有這個顏色 就兩種 虎濃色 虎濃色這個 就這個 對 可是我覺得那個虎濃色就是 紅的跟糖的都很好看 誠意很好 非常有誠意 你只能放十五吋以上 我來放車上 好老闆娘謝謝你 好謝謝 謝謝 來 夭壽 大的像肉包一樣的玫瑰花 老闆娘說要放斜斜的 好 這樣應該是斜斜的吧 好 乖一點齁 運氣不錯 好不好 一年讓人家賺一次 欸沒有 現在花電其實一年也不止一次齁 現在節日也是蠻多的 好啦 可以回公司啊 任務達成 明明 這車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你知道嗎 鑰匙有沒有 只要靠近它 開了啊 偵測到鑰匙靠近它 靠近它 它就開了 對啊 跟女人一樣有沒有 喔喔喔喔 那是力量 我老婆不一樣啦 我老婆看到我是會 怕會跑 跑去哪 跑去躲啊 為什麼 靜在不遠走 太強了 是是是 好 我跟你講有一個很逼機的 上車我跟你講 我要講一個很逼機的功能 我很討厭載車騎中的一個 自動騎火 很討厭 它這個齁 像我上次說 我試那個馬自達CX5 還是我之前的賓士 你只要把煞車踩用力一點 它就會有一個Auto Hall的功能騎到 可是它這個Auto Hall啊 它就是永遠 只要你車子靜止 你看 你看它亮了 我只不過我要把車Buck移出來 只是我慢了點 它就把我鎖起來了 我現在媽的 我又要踩油門 它才中 有沒有 然後我現在比如說我移 後面快撞到 我快點踩擦車對不對 嗯 不好意思 它HOLD 又HOLD 我就 我就變成又要踩油門 然後幹 又鎖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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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要再踩油門 然後又動了又動了又動了 有沒有 嗯 所以在找停車位的時候很麻煩 在我們的公司移車啊 都超麻煩 好 你現在停住 我要打機檔對不對 對 又鎖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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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慢速移動 是不需要踩油門的嘛 對啊 好 比如說我現在看到這一個車位 我要 停了 鎖起來了 我現在在補油門 然後我們是不是要開超過 對不對 屁股要進去要開超過 然後倒套檔 對啊 鎖起來了 我腳又沒有踩 快啊 又鎖起來了 所以你只要一車一靜止 它就鎖起來了 嗯 那這樣就很不人性化嘛 對不對 你正常人性化是 比如說我想要它鎖 就煞車踩 用力一點 它就Auto Hold 就把它Hold住 如果我煞車是慢速輕輕的 含著踩的話 應該不要把我鎖起來 對 然後我那天回去 我有跟他們人員反應說 不好意思 那現在是你在慢速移動啊 還是說你在停車的時候 請把它按掉 還要按掉 當然我知道是要按掉 只是那就不能信 對不對 我覺得是這樣 還有另外一個是在洗車的時候 會發生 洗車 去洗車場啊 你鑰匙可能要放車上 像上次我不知道我把鑰匙放口袋 對 好現在洗車了對不對 我要去拿水管 鎖起來了 我要沖住了嘛 對不對 它有料喔 欸又打開了 又打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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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沖完我要去拿泡泡嘛 對不對 欸又鎖起來了 啊我泡泡拿來了 泡泡拿來了 欸開了嗎 開了開了開了 有沒有 泡泡沙我來 要沖水了 欸又鎖起來了 又鎖起來了 這跟那個 河大人一樣 是不是河大人 我都進去了 我都跳出來了 沒有那是幫扛進 跳出來啦 我有這樣回去啦 欸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洗車齁 這車就是不能把藥匙放在身上 你就看他那邊一直閃 可以靠鍍膜還有用 這樣 你看 又開了 我在洗車我就看他靠在那邊一直折開 折開 除了這些缺點 你覺得這車還好不好開 那你要不要賣掉 真的要什麼好不好開 我跟你講 BNW的底盤不用講 這個車齁 它雖然是前驅車 可是坦白說 依賴的配重開起來 其實整個操控感 我坦白說 如果不跟你講這個是前驅車 你一般人坦白說開不太出 除非你真的是開過很多的倒車 我是覺得 鍍膜都還有 等鍍膜沒了再賣好 喔 阿不就 兩年 幹 搞不好他沒有兩年 你要跟他拼的就是了 對啊 如果一年鍍膜沒了 我們就賣了啦 要省一點 最近客氣都說沒錢 賣掉一賠又賠也好幾十萬 喔對 這個概念 給錢就不算票 不要賣就不算了 這個部分要上字卡好不好 這算名言嘛 我只要不賣 他永遠在我心中價值179萬 很多人說我在古董花瓶值1000萬 你不賣他永遠都不是1000萬 對 換氣是說我們這直接賣 直接就一個虧損做下去 可不可以慘 可不可以造私情 可不賣我怎麼再去買一台回來試 不然這樣啦 下次看等於有出什麼新車 我覺得有興趣買回來 再賣這台 反正就開了 我已經開2000了咧 一個月開1000 兩個月開2000 還要蠻合理 正常啦 一年1200啊正常 沒有啦 其實我也不是每天開啊 我還有開別的車咧 你有嗎 有啊 你怎麼每天都開這台 沒有 因為我們車上 不然放太多東西 所以我很討厭板家 因為我覺得每一樣東西都很必要 還是你要阻擊我車嗎 不要啊 史上最強兵器不想看一下 我跟你講啦 不是 我車上沒有在放那種東西啦 因為史上最強兵器在我身上 就是你身上的兵器 誰生攜帶啦好不好 我不用準備機器啦 好啦好啦 那就暫時先這樣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 我覺得目前遇到一些筆跡的問題 好 給要買的人 想要買的人做個參考 都小問題啦 不是有大問題 唯一比較大一個問題 我坦白說啦 時速150以上加速很慢 如果萬一是在爬山 稍微的斜坡 高速公路 你想要超個車 會有一點點的力不充其 可是那是因為我之前都開 大排鞋這樣子 所以我現在開到這台車 我只是覺得很流利 沒有那麼 很流利這樣而已啦 像我常講的嘛 其實喔大部分人 你150以內一定夠用 就是你平常日常帶不實用 你不要去跟人家 媽的尬家 修書對不對 叫著媽的 每天都在急速傳說 速度 欸幹 可以嗎 不過一過來一步 沒有它太久沒鎖 它會自動 喔是喔 反正很煩嘛 不過這個功能好像 你剛剛從設定裡面 可以解掉 你這次去沒有 我順便問他 沒有啊 你自己在這邊 進電腦就可以解 你就可以解說 不要啟動這個功能 另外一個就是 好啦 既然講到這邊了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有一個閉電跟APP 你看喔 我的車在哪 你看也可以跟Apple Watch連接 有沒有 車款 你看我的車 現在燃油量還有 油箱還有45% 還可以開312 以上左有沒有 我現在打開 我這上水 開鎖 對 對 沒有啊 沒事 它現在有開嗎 沒有啊 鎖 那為什麼有什麼另外一個服務在 欸 有了有了 開了嘛對不對 嗯 鎖 為什麼無法阻止任務 欸以上鎖 沒有啊哪有上鎖 到底有沒有在傳啊 要幾分鐘 對啊 它是用什麼傳送它的車量 我現在按車燈嘛 嗯 正在傳送 然後 我算不得要直接是上車比較快 你這個跟你上次是 已經有個拚了 對啊 欸還在傳耶 好慢喔 你看它車輛定位 它知道你的車在哪裡 有沒有 我們在這 車在這 而且它有箭頭 顯示車頭槽那邊 那問題是他媽的 他到底要不要 開燈 開燈 他這裡正在傳送車輛還在喘 喘不夠啦 喘不夠啦 他很兇工 所以你看這都噱頭 A few moments later 已經 好幾個feel了啦 A f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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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ments later 換你GoPro站在 放在這邊收拾攝影 看到他到底什麼時候才要開燈 他不知道是透過GSM10 執行的嗎 我看我們不開Wi-Fi 有啊 照明失敗耶 很抱歉發生錯誤 失敗耶 有沒有 很抱歉發生錯誤 照明這邊有寫失敗 他還不能發動 按喇叭可能 按喇叭 喇叭在這裡 有沒有 開了 喇叭比較快耶 電燈再試一試 開了 有了 這次比較快耶 剛剛是網路當機喔 他有講成功 我怎麼會看 啊哈 我們剛剛那個那一次 這是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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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了吧 你啊 喊公喊公啊 好說明 上鎖 嗯 多了 這樣說了 是網路的關係 所以他這個是有一個功能是喔 給一些他媽的有強迫症 很多人說啊 回到家 欸我 我車剛剛有沒有鎖啊 我我以前會有 我以為想說 欸 走到巷口發現 欸 我是問我老婆 欸我剛剛 我們有鎖門嗎 啊 你去搞啦 你去搞啦 出老啦 有沒有 有一天突然走到廚房 然後站在那邊發呆 啊我老婆說 啊你這廚房在幹嘛 我忘記了 剛來廚房在幹嘛 哈哈哈哈 有那個強迫症的喔 你就有資訊就可以看 車窗有沒有開 有沒有 你看他在顯示 車沒上走 車窗已經關閉 後車廂有關 你行蓋有關 多遠 他可以直一直 在家就可以啦 他這個是透過GSM的啊 我就像我現在人在新店 車在這裡 都可以啦 他是用GSM 他是網路喔 他不是要 我跟他有連結不用喔 聽說他車上就有SIM卡 聽說啦 有類似SIM卡的東西 所以他可以遠端 對 遠端可以 我在台中也可以 車在台北 人在台中 你也看得到你車怎麼鎖 所以 千萬不要讓老婆知道這個功能 因為 你車在哪裡他知道 第一個 他只要有這個APP 有你的密碼 這一定好 你車在哪裡 車頭朝向哪裡他都知道 你知道那媽圍格裡面 車頭是朝向裡面 還朝向外面他都知道 車門有沒有鎖 他都知道 聽說啦 這個未來會越來越屌 如果車上有攝影機 或車子前面的攝影機 嗯 你都可以透過手機APP 直接看裡面 去看到你停車前面的景象 後面的景象 聽說這個慢慢會一直開發 好啦 反正這個功能我也沒用過 好啦 就這樣 以後再 附序跟大家分享 好 不是我這樣 開車憋你